北京时间3月2月上午 随随的罚单还没下来 生花率先关注对宝教俊的处罚 存款30万 下方月2队 停发工资 在上海得比赛中 生花当时内耗林 二 地区11分钟 宝教俊对一轴进奥斯卡 想先逃过红牌 当时路级主台派 那被骗错人了 第一时间是向孙世林出示了红牌 不过 两分钟后还是改叛了 除了生花的地内处罚之外 按照以往的案例 宝教俊还有收到足协的一张正弹罚单 至少停赛当场 还记得阿兰对刘一鸣的手机动作呢 当时他就收到足协的一张竞赛 当场交罚款5点令认了罚单 在任何对阵权剑的比赛中 刘建手机5位被罚下 后来也收到足协一张竞赛当场 并罚款5点6万人的罚单 跟阿兰的那一次一样 值得一提的是 阿兰和刘建 都是在恒大项略过 从前这些人争夺球员猛烈放弓 自严重的一张罚单 让数百交进的前队有秦生了 当时秦生用采套权建位元为特赛尔 此举让秦生收到了平下6个月 以及罚款12万人的中超时尚最重办罚单 而生活俱乐部还在秦生进行了内部处罚 公司罚欠 罚款30万 下放逆部队 到上海最低公司标准支付其基本生活费